花莲县休闲旅游协会30名的会员 日前到花莲施工所浩克文化会馆参访 透过解说了解客行所展示的台九线半首里平台 还有现在推动的客家故事地图 同时也在馆内看能高棒球展览 市长吴在前表示 希望借由观光旅游界人士集思广益 结合不止客家文化也结合施工所各项业务 未来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花莲 花莲县休闲旅游协会 日前举办会员大会 并且特别安排会员们前往花莲施工所浩克文化会馆来参访 透过解说了解客行所展示的台九线半首里平台 还有客家故事地图 同时也观赏了能高棒球展 市长吴家贤期盼借由观光旅游界的人才 并且集思广益 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花莲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花莲县休闲旅游协会 那王会长王理事长 在第十一月份的月历会的部分 来到花莲市工所来结合一些人文跟观光的一个行程 把它做一个链接 那我们在这边也主要是浩克会馆的部分 也介绍客家的一些文物 还有客家的一个农特产品 那我们在花莲市这个部分 也有刚好适逢我们一个原住民办的一个特展 叫做百年能高特展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休闲旅游协会的一些会员伙伴 让更多人知道过去的花莲的历史 还有花莲在地客家的一些文化 跟一些农特产品 借由他们的一个休闲旅游协会的能量 能够推展出去 那在百年能高的部分 我们最近也得到非常多 像日本电视媒体的一个报道来做参访 那再来就是休闲旅游协会 如果说也能够帮我们大力推广 让更多人知道花莲在地的历史 未来对孩子们 对观光 对产业都有一定的帮助 一群人在展示平台上看到很多在地特色商品 游客只要扫描QR Code 就可以连结到店家商品资讯 进而购买到所需要的伴手里 同时也了解 目前正在推广的客装故事地图 未来还会发展出游城 让游客可以跟着地图漫游客装 而文史工作者叶博强老师 也到现场为会员们导览能高棒球展 希望可以开启大家对原住民族棒球文化 和在地历史的认识 每一位会员都听得津津有味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